Hello,大家好,久不见,我是鸭鲁 本来呢,应该是下个星期才会发视频的 但是因为我的一些小失误啊 上一个视频忘记打活动态了 就没有参加五月咕咕咕的活动 所以没办法,就只能再录多一个了 然后正好我现在需要入这个 安卓模拟器BlueStacks 好的,所以就随期视频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 获取安卓模拟器BlueStacks的root权限啊 好的,那么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Google Play 然后搜索rootcheck 然后我看这里面随便下一个都可以啦 我看这个4.5 打开这个rootchecker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它显示我们这个是notrooted 我们现在是没有这个root权限的 然后我们用到的那个工具是这个 BlueStacksTwitter5 我们要用这个 先解压一下 好的,解压一下 打开这个,启动一下 首先我们要先关闭这个 BlueStacks 点这个FullStacksBS 然后看到它这里是正在执行 需要等待 好的,它现在已经关闭了 然后在这个root这里选择unlock 然后可以看到它下面正在执行 好的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main tab 然后点击这个starbs 重新启动 好的,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地方 然后点patch 然后看到这里写的是true 我们现在在运行这个rootchecker 就可以看到 哎呀 No thanks 好,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 已经是root完成了 好的,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拜拜 再见 下一期可能是一个开箱视频 我猜的 好的,如果不是的话也不要怪我 好的,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其实我本来想发点别的 但是好像这样也行吧 好了,就这样了 拜拜 拜拜